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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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讲《现观传论》前面已经讲了四十六种摩页 根据讲义的意义跟大家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 然后下面讲到所知法相的分类 那么这个也有略所法相和名相的本体还有光说它的分类 首先这里面讲因为我们修正等加行的时候 正等加行前面讲了一个一百七十三种形象 一百七十三种形象通过修行者他修行以后所得到的相 那这个相通过什么样来了知呢 就是以法相来知道 比如我们看的一个蓝色的布品 蓝色的布品的时候 当时蓝色的布在眼尸面前它有一个蓝色的形象 这个蓝色的形象通过眼尸来了知的 并不是其他来了知的通过眼尸来了知的话 其实这个相归根基地还是跟眼尸一为一体的 但是你在分开的时候 蓝色眼尸的视和蓝色眼尸对境的形象两个 也可以分开的 相当于我们这里在正等加行当中比较难得 比较难懂的前面讲的一百七十三项 当时因为世间关心我可能后面的部分 只是在颂词上解释没有在讲义上讲 下一次如果有机会讲的话 我想应该讲义上给大家讲 这次我想四十六个末页 从讲义上讲了大家都可能比较清楚 颂词上讲好像也没办法广说一样 这样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所谓的一百七十三项 就是具体了知的怎么样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机制的二十七项 道制的三十六项 边制的 也就是佛制的一百一十项 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的 一种修行次第的形象 那么这个形象我们下面会讲的法相 说制的法相这个法相 总共也是有九十一个法相 这个也是可能在学的过程当中稍微难懂一点 但是你要认真学的话 我想相关专论也并不是不懂的 很多道友也是给我讲 哎呀 五步道论好难啊 五步道论好枯燥啊 五步道论好难懂啊 确实也是从表面上看来可能比较难懂的 但实际上我们可能这样的五步道论 比较深色 枯燥或者难懂深邃 这样的一个论典当中继续下属的话 可能我们以后看其他的论典 经典就没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藏传佛教为什么说 为什么在经过十到二十多年的时间当中 对五步道论非常重视呢 这也是有他的一个甚深的秘义 那么我们下面讲 略所发相和冥想之本体 这个颂词主要是略所 略所什么呢 它是以什么样的相来了知呢 实际上是这个了知的有形象 他这个形象 法证法师说的是形象 实际上我们翻译的法相 实际上用相来了知的有多少呢 有三种法相 那三种法相是指的什么呢 为知生作用 一个是知相 第二个是身相 第三个是作用相 有了这三种法相 还有一个叫做自信相 自信相是什么呢 自信相不但是它是法相 而且也所相 也是所相 它这里所相的意思 我们经常翻译的叫明相 就是明相 我们学过一名 《量力宝藏论》第八篇 是第八篇吧 是吧 讲的三种相 明相 法相 实相 比如说像人的话 检验之语是人的法相 人当中比如说东北人或者美国人 那么这个叫做实相 名相的话 人的这个名称 光是我们跟其他动物不同的名称 就像瓶子的话 瓶子的法相和瓶子的名相 瓶子的实相一样 有三种相 在这里我们的相实际上是三种相 它这里法相有三种法相 什么法相呢 一个是智慧法相 一个是殊胜法相 第三个是作用法相 那前面的智慧法相指的是鲜空无二的智慧 通达智慧 从智慧的层面来讲的 殊胜相 这样鲜空无二的智慧 只有菩萨才有而身闻缘缺都没有 超过它了 胜过它了 这个叫做是胜相 作用相主要是从方便 搭配方面讲的 我们通达任何一个法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大悲方便法所摄的 这叫做作用相 这个智慧实际上是了知的层面来讲的 比如说一个掩饰了知对方蓝色的补品 这个掩饰叫做智慧法相 因为它是对自己对境的本体 直接了知 它这个指相主要分 机指相和道指相 还有边指相 我们前面讲的三指相 然后这个圣相 实际上它是从超声方面讲的 比如说断除了常有的话 那就变成无常的 那么断除了身闻缘解的 自私自利的心以后 那菩萨完全利他的这种心 这个叫做树生相 好像它的本体上 超越了另一种本体 然后作用相 从它的作用上面讲的 比如说陈水的作用是品质 从它的作用上面讲的 或者是陈梦中食物 我们用的是柱子 柱子它的作用上面 也讲它的法相 所以这个法相 有些是在它的本体上安立的 有些是在什么呢 它的作用上安立的 有些它就跟另外一个法的 反方面来安立的 所以这三种名相 三种相是这样的 然后下面这个自行相 下面我们会介绍十六种自行相 然后这个十六种自行相 本体本来都是善者 然后不但是它是一个自行的法相 同时也成为其他智慧所表示的 能所全的意义 也叫做是名相 就像它从自己的梵体来讲 是法相 从对境角度讲 它也成为名相 这种自行相 自行法相 即是法相 也是名相 所以为什么这里有个义字呢 也是这个原因 自行义所相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可能跟大家要做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下面会讲这三种相 一个是自相 一个是殊胜相 还有作用相 这个是也会广说的 到最后的时候 讲自行相也会广说的 所以这里可能是占一大篇幅 下面我们从今天开始你们看略说 一定要大家知道一下 然后下面开始进行广说的时候 宣说能表的法相 能表 大家都知道 因为法相都是能表的 然后宣说实相 自行相 这个宣说实相 实相和名相当中 他这里讲的是实相 这个是最后的一个大科班 那么首先能表的法相也分为正无智慧的自行 就是前面的自行 前面的自行会积之 道之 还有边之 每一个都有十六个 这样的话有四十八个吧 好像是四十八个 然后殊胜相也应该有十六个吧 十六个 这个也是应该十六个 后面是多少 好像有一个是十一个 还是七十五个 应该我们下面再看看吧 首先这个自行分为宣说极致的自行 因为前面极致的形象 总共有二十几个吧 第二个是道指的自行 道指的形象前面有三十六个 然后宣说边之的自行 这个是有一百一十个 首先讲的是极致的 极致也是按照这里来分的话 它中的实相方 了知中实相和了知别实相 还要了知殊胜实相 分三个方面 最后有一个色意 今天我们应该讲到这四个科班吧 这样的话这个极致 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极致呢 因为通达云 截 畜等 一切极发的本体 生意当中是远离四边八心 世俗当中是如梦如幻 显而无自行 这叫做极致的这种法相 极致 实际上极致之相 它这里每一个都要加一个极致 或者极致之相 它极致的话 了知极的某某某某指相 每一个都 十六个指相都可以这么加 但意思大家应该会明白的 首先它了知 重得了知极的这个指相 有两个意思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知如来出世世间无坏心 那么首先是刚才十六个指相当中的 第一个指相是什么样呢 通过我们在修正等加行的时候 即正等加行 我们前面也讲过 即正等加行 刚才说了有十六个相 通过修即的正等加行以后 最后真正证悟到了云界处的一切万法 在世相当中不常理的 二地双云这样的果位 这样才能出现 释迦牟尼佛为主的三世诸佛 三世诸佛是哪里来的呢 三世诸佛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是什么呢 它是通过多个阿僧集结圆满两种资粮 而通达了一切云界处为主的 万事万物的本体而成就的 所以这叫做了知如来成相 也叫做出现如来之机智之相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什么呢 世间不坏心之相 世间不坏心之相也是同样的 我们前面通过修正等加行的机智 机智加行之后 最后通达 那么这些法在世俗当中 本来都是有生有灭 一切都是如梦如晃的方式来存在的 如来也是存在的 那么我们万事万物的法也是存在的 但是到最后真正的生意当中 一切都是无生无灭的 这叫做什么呢 世间无坏心 世间无坏心从这个当中也说明了 我们的修行是排除了单空 这个是大家很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认为 讲《金刚经》的时候 一切万法皆空 这就是真正的修行 那么一切万法皆空 真正的修行是对的 这个是没有错的 但是这个空千万不能当作为世事 但空 这样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对一切万法了知这个空性是空性的 然后这种空在生意当中是存在吗 不存在的 如果是存在的话 那生意当中虽然无生 但是有灭 这个灭法已经存在了 这不合理的 这《相关重要论理论》颂词当中也讲了 世间无坏心 这个坏也没有 那灭也没有 那灭也没有的话是什么 可能我们很难想想 怎么会是 无生可以理解 无灭的话 连灭都没有的话 那就变成怎么样 在这个时候 一般有分别念的人 只有这个 要么是有 要么是没有 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也想不出其他的东西 但实际上在真正通达极致之相的时候 生意当中无生无灭 这也是很关键的 这是第二个 从中法方面这样了知的 然后在别法方面 他这里分了三个问题 一个是心的分色 还有第二个是 讲对治和所断的方式 还有一个是心的所愿 分三个方面来讲的 首先第一个 讲到心的分色方面 心的分色方面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有情诸信心 心虐及外善 知无尽信相 在这里十六种指向当中 前面已经完成了两个 现在第三个了 第三个是什么呢 也是前面通过极致的加行修行 最后了知到有情诸信心 哎呀所有三界轮回的 众生的心分类 在名言当中 它有很多很多的分类 有八万四千不同的分类 也就是说 因为贪心而分 有两万一千 然后以嗔心 以痴心 隔分为两万一千 最后三度综合也好 平行共有两万一千 总共有八万四千的心态 当然八万四千的心态 佛陀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 这也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众生的心在名言当中 确实也是千差万别的 一个人的心态从烦恼方面讲 也是有这么多的 然后烦恼对质的智慧方面来讲 也照样可以有那么多的 因此从心的分类 心的细分方面 当然八万四千 只不过是大体的一种分类 比如说人的头发 两万一千 也有这样的说法一样 牙齿也有三十二颗 四十二颗 有各种说法 有些一颗也没有 不管怎么样 这是种地分类 分别的 个别众生的业力也好 个别众生不同的阶段 有不同的分次 心也是这样的 总的来讲 诸有情心 心是有情分类的既得之相 了知众生的各种不同的心 光分的话 会有这样的 第二个叫信悦 信悦也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修正等加行 修正格加行 最后了知 众生这么多的十八万四千个心态 如果我们归纳出来 或者通过修行 入于一个境界当中 那如愿一定 比如说修净土法门 不散乱 一心不乱的心态当中 修禅定在意愿的境界当中 修密法在本来清净的状态当中 所以你的心态在一个所愿 和一个心态当中可以专注 这是什么呢 这也是一种志向 可以说是心略 心略色为一种境界当中 因为我们众生的分别量太多了 如果你心没有略色 没有稍微入定的话 自己也是很累的 有时候分别量特别重的 每天都是活的 天天都是叹息 坐在旁边 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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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修密他分别量想得想得特别多 如果把这些各种烦恼和各种痛苦 全部归舍 意愿安住的时候 那不会有这些所有的痛苦 就是不会有 所以我们不说修行当中更多的一些修行吧 《文殊菩萨的传记》里面讲 吹魔魔众的灯持 入定于吹魔魔众的灯持的时候 邪魔外道 成千上万的魔众来损害的时候 结果这些魔众的相续当中全部生起无畏的菩提心 也有 最后魔全部都变成菩萨了 也有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心入于一种灯持的时候 我们的心完全就变成 我们这里世间当中 以前做各种各样的坏事的人 最后入于佛教 通过修大乘佛法以后 那就是变成特别了不起的成就者 就像《六咒谈经》里面讲的支撤法师 张欣赵 就像张先生一样 先开始用宝剑来准备杀 杀六咒大师 后来他自己就变成大车大乌了 这是心入 第五个叫做外散 外散意思是通过修正等加行 最后真正了知 我们心没有入定的时候 外在散乱 刚才可能主要是烦恼方面散的 我们这里并不是 这仅仅是一个烦恼吧 平时心诸作物当中 整天都是心外散 就好像一刹那也是坐不住 通过外面他的言行举止 也是看得出来 比如说听课的时候 人坐在听法的行列当中 但心一直在外面散 尤其是现在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当中 人们有各种各样的外散因缘 这样的话 心一直外散 那么这个因缘作为菩萨也好 作为智慧也完全了知 所以说这个叫做心外散而没有入定的指向 就了知这样的指向 第六个也是通过修正的加行 前面讲的是心外散也好 内受也好 一切的这些 在名言当中是有现象的 但声音当中全都是什么呢 知无尽形象 实际上它在无尽的空性和光明当中 如果三传法论的意思来讲就是光明 但可能二传法论 并没有特别明显地说 主要是大空性的境界当中 那么这样的心的本体 外面形象是各种各样的 但实际上每一个众生的心是大空性 大无为法 大利息当中是毫无动摇 毫无离开过的 这就是叫做第六个 也就是说知无尽形象之相 这是第六个了 那么这以上 我们一看到也知道 他心的分色方面 有这么不同的差别 那么下面对质和所断方面的差别 这个应该也是有三个 颂词当中是有贪当即无光 首先讲的有贪是什么呢 也是通过修正断加行 最后知道我们凡复为的时候 众生的心在名言当中有贪心 诚心 一直烦恼 各种各样的有贪 在名言当中只不过是贪心 诚心 有些人非常严重而已 有些人并没有那么严重 在同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比如说我们的财物比别人倒了的话 同样是两个人的财物 但是一个人特别特别生气 一个人并没有那么生气 那么同样前面有一个人 财物 所贪的对境 一个人可能起的贪心很严重 一个人并没有那么严重 只不过是大小而已 实际上作为凡夫的话 在名言当中这些贪当烦恼都会有的 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 所断极致 了知所断极致之相 然后第八个就是说 也是通过修正当加行 最后知道在圣者位的时候 所有的这些贪心也好 诚心也好 痴心等等 这些烦恼是一无所有的确也是在圣者位这些没有 或者当你在对质的境界当中没有 刚才前面是在所断的这些 在凡夫位是有的 然后到最后自相续当中真的生起了 这个能对贪嗔痴的这些无耳的智慧 在智慧面前所谓的这些贪当是没有的 圣者跟凡夫完全是不同的 圣者跟凡夫在同一个环境当中 同样的来了敌人的话 圣者不会起烦恼 生嗔恨心的 而凡夫特别生气 同样的 比如说两个乞丐 一个是圣者 一个是凡夫 那同样的有一个人开始欺负他们的话 凡夫的乞丐特别生气 可能要哭起来了 而圣者的乞丐 他不但不生气 还生起极大的悲冥情 很有可能会消起来了 所以他们之间的境界也是不同的 这个叫做什么呢 无有烦恼的这种机智之相 第九个就是说 广大 通过修正乱加行也是了知 知道我们这样的心的本性也好 一切的这种万法在生意当中 也是广大无边的 在法界当中也是无边无影的 是这样的一种境界 要了知这种境界的话 这个叫做光的本体之机智 也就是说 了知光的 其实我们心的本体也好 万法的本体 确实也是非常的广大 不可思议 心的本体就像世间当中也经常说 心是极为的广大 比大海还广阔 比虚空还广阔 说的意思也是这样的 实际上它的本体跟法界融为一体 那它没有它所不变的法 这个意思 这是我们讲的第九个 下面是从所缘方面分的 那么就是叫大无量心 是无间无对 即心不可见 讲这四个吧 总共有分了四个 也就是说 第十个之相也是通过修正等加心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心 实际上是它会趋入种种的所缘 因此叫做大所缘之极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的心 它趋入的对境非常非常的广大 我们不说所有众生的心的对境 甚至我们一个人 从自己的心态来看 从早上到晚上 我们不说其他各种各样的烦恼 善心这方面 甚至讲一个吃饭的话 早上你的心的所缘是什么呢 西饭 饭 饭 泡菜等等 这是早上的所缘 到了中午的时候 什么菜 素菜 淡汤 米饭等等 到了晚上的时候 面块 面汤等等 三顿饭 你有三顿不同的所缘 同样在中间出现 悦意对境的时候 你就产生欢喜心 不悦意对境的时候 产生嗔恨心 各种包括外在的环境 天气 朋友 敌人等等 不同的所缘 在外在的环境当中出现的时候 我们的心不断地 一会儿入于这个 一会儿入于那个 因此所缘广大 所缘广大的确也是所缘极其广大 所以了知所缘广大的 大所缘之极之相 然后第十一个 叫做什么呢 心无量 刚才讲了 我们通过修正能加行也会知道 不但是所缘广大 而且能缘的心 有净的心 也就是说能取的心 能取的心的数目也是无量无边的 我们每个众生从小到现在产生了多少的心啊 是说能取的心 能取的心 能取的心 跟丹琼佩说过这么一句他说 从小到一直衰老之间 我们的心换了不断地 无数的心态 我们的心态换了无数次了 那这一点 我们通过自己的心来观察自己 通过决数来观察自己的时候 也会完全得出结论 所以说 我们当下的心态有什么可信的 我现在的心态 我今天很想好好地学五部大论 但也不一定可信的 明天一会儿也就没有了 我今天特别特别喜欢吃这个菜 但是过一段时间吃力了 我再也不想吃了 我今天喜欢这件衣服 但过两天我再也永远不想穿这个了 包括人也是这样的 最近我听到有个别道友说 他们的父母是七八十岁了 马上要办离婚诊了 这样也是我们的心态 其实是不可靠的 你今天觉得这是很好的 明天觉得是很不好的 我今天觉得对方的人 特别特别讨厌 我今天音明的辩论是很刺耳的 明天觉得很好听的 也有可能 所以我们的心态 也是不说我们无始以来的 我们现在人一天当中的心态 也可能换了很多次 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 我们给一些个别人打电话的时候 一会儿觉得 这个人特别好 特别好 你说着说着了着了着 一会儿特别讨厌 很想把他掐死 这样的话可能我们的心态 没有什么可靠的 对吧 这样的 这个叫做能去的心 无量之际的法相 第十二个是什么呢 第十二个是十五间五对 我们通过修正等加行以后 通过修极致加行以后了知到 其实我们心的本体 在我们的根实面前无法展示 用一个比喻来展示 没办法的 我们心的本体到底是什么呢 虽然有些经典和续部当中 用虚空的比喻来表示 但是在续部当中说 如果用虚空的本体来表示 虚空它自己的本体 也要值得观察 那你这样一观察的时候 其实真正世间的一个比喻以来 没办法展示 这就是讲到心的本体 实际上也是无间无对 没办法可用一种比喻 或者用一种其他方式来 进行对你描述 心的真正本体 心无有心 心犹如虚空 也是这个原因 心说的原因也是这个 叫做声音第十二个 第十三个叫做 心不可见 那么也是通过修极致加心以后 知道了我们前面所讲到的分色的心 实际上它的本体 在声音当中是毫无说的 不可说的 不仅仅是凡夫人不能得到的 甚至佛菩萨的无言流通 通过智慧来观察的话 真正它的本体根本是得不到的 而如果有的话 佛菩萨是全知 通过他的悟通一定会得到的 但因为心的本体毫无说的 就没有什么有想的东西可得到的 所以说 最后心的本体就是不可得 不可得就是获得 最殊胜获得的原因也是在这里 这样的说 我们有时候观察自己的心 你认为是所得 实际上只是一种 名言当中的加行的所得而已 真正去寻找它的本体的时候 一无了无可得吧 了无可得 没有可得的 这叫做了知不可见的极致法相 也说 极致之相 这以上刚才讲到了什么呢 讲到了心的所缘方面的分析 下面了知极致殊胜实相 刚才中实相 还有别实相 他这里殊胜实相 或者特殊实相吧 特殊实相 怎么特殊呢 下面的中国有三个 这三个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了知方法 了知心处当 处此当所欲 知正如心相 能让知正如 否为他开始 这个没有讲义的话 可能谁也不知道 这个讲义 他这里怎么讲的呢 说第一个 他这里第一句 了知初心等 这个是第十四个相 也就是说第十四个之相 除此等所欲知正如心相 这个是第十五个 这两句话就讲下面的十五个之相 后面的能日正如 否为他开始是第十六个相 就是这样来讲的 首先是第一个 了知心处当 原来的藏文当中 了知冬妖当 我们颂词当中有一个冬妖 两个字 但是法尊法师他写的是心处当 为什么说心处呢 这个我可能要讲一下 稍微难懂一点 请各位一定要专注 尤其是高级讲考班的人 还是很听话的 很认真的在记录 这个是很好的 很多人都把手和眼睛融合一体 这样 一直这样 这是我们讲考的威力 因为我们讲考每个人都有一种压力 大家如果一点都记不住 到时候这么多人面前 成千上万个人当中站起来 什么都说不出来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学习 学习需要有一种方法 这也是很好的 但是这个怎么解释呢 了知心处当 或者说了知冬妖当 这个是第一个 通过修正当加行 了知名言当中 十四种无极法 还有他们的见解 他们分析这四种 菩提迦牢所有的这些集完全会通达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叫做了知冬妖等的极致之相 这个意思是什么样呢 其实修正当加行的时候 为什么是佛陀在佛经当中所宣说的十四无极法 十四无极法在《智制入门》当中也讲过 《中观入中论》里面也讲过 其他的很多经里面也讲过十四无极法 然后十四种无极法 实际上我先简单讲一下 那十四种 我们很多道友也应该知道的 首先第一个是云 云是长有还是不长有 长有不长有二者 非长有非不长有非二者 也就是说它有四个变 对云长不长 然后十二非二 十两个 总共关于云方面有四个无极 然后我和世间 我和世间有没有变 其实佛陀成佛以后 有很多外道对佛问问题 佛陀没有回答的有十四条 刚才前面当时对佛陀问 云是长的还是不长的 还是二者还是非二者 佛陀当时没有回答 他这里无极的话 有时候是不善不恶 叫做无极 他这里没有对他说长不长 没有堕入一个断边 没有回答 叫无极 这是前面的四个 第二个说我和世间 我与世间是有变还是没有变 有无二变 或者非有无二变 当时也问 我们的人和世间到底是有没有变 有变还是没有变 或者是有变 无变 两者非有变 无变 这四个问题 这个是第二个咒吧 我们就分四个咒来分析 然后第三个咒说 如来涅槃以后出现与世 还是不出现与世 或者是出现不出现二者 然后非二者 如来涅槃以后 会不会出现与世间 还是不会出现 或者是出现不出现 或者两者都不是 就是关于如来方面 问了四个问题 当时佛陀也没有回答 还有最后两个是 我身体和心是一体和他体 十一体还是他体 应该是十四个问题 那么这十四个问题 实际上佛陀当时没有回答 他没有回答的话 因为外道完全是以 我存在的基础上进行法文的 如果他证为一些空性 我不存在 这样的道理动的话 佛陀完全都是可以给他回答 但是他并不是因为对方 我们有一些人来问的时候 也要学佛陀的回答 否则别人根本不承认前世后世 然后你就直接给他回答的话 对方根本的观点不符合 所以也对众生没有利益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刚才讲了 云长不长的四个法 世间有变无变的四个法 佛陀灭后出现与佛的四个法 还有我和乌云一堤堤 后面两个法 总共有四座吧 这里面前面三座的 每一个前面的法 也就是说 如来云长有 长有和不长有 世间有变和无变当中的有变 世间有变 还有如来出世现实与佛现实 这三个前面三座的每一个第一个法 总共有三个问题 总共这三个问题是当时针对宿伦伟道 宿伦伟道他认为有隐藏的东西存在的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云也是长有 因为他认为 宿伦外道认为云是长有的 世间也是有变的 一直存在的 还有什么呢 如来明后也是存在的 只不过是不明显而已 所以针对他们的观点叫做什么呢 动摇在我们赞文诵词当中叫动摇 这个是前三者 前面三个座的前三者 指的是对宿伦外道的三个问题 然后在第二个 前三者的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如来云长和不长里面的不长 还有世间有变无变的 世间无变 如来出世与父的 不出世 这三个问题是针对孙世外道 因为孙世外道不承认前世后世的存在 所以他认为云灭了以后也是没有的 世间灭了以后也没有变的 如来圆寂以后是不会出现的 这三个在其他的讲义里面叫做集聚 集聚 因为孙世外道他认为一切都是 集聚于今世当中 没有来世了 他只是所有的苦乐 所有的感受 福报 全部都是集聚在今世当中 这叫做集聚 前面那个苏龙外道的 他认为是恒长不变的东摇而存在 所以叫做东摇 这个灯子里面包括集聚集聚是顺世外道的观点 前三者也就是说第三个吧 如来云长和不长两者 世间有变无变两者还有如来出世两者 就是这三个 也就是说前三者的每一个第三个 还有我们第十三个 第十三个就是 心和身体是一体的 这个是螺体外道的观点 螺体外道他认为身体就是心 心就是身体 他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他认为世间的长和不长 两者都是 云的长和不长 两者都是 还有世间有变无变 两者都是 如来出世不出世 两者都是 他认为两者都是 这几个人认为 这个叫做舍机 我们前面一个是东摇 一个叫做举机 第三个叫做舍机或者扑机 转霸 藏文当中有这个 最后一个 前三者最后吧 如来长不长两者都不舍 然后有变无变 两者都不舍 还有如来出世不出世 两者都不舍 非舍 然后最后第十四个 十四个是什么呢 心和身体是他体吧 这个是我们小乘当中的肚子部的观点 肚子部的这个观点 叫做逼合 因为他们遇到这些观点的时候 不敢承认 闭嘴 他就觉得是 云和不是一体 也不是他体 是不可思议 好像是怎么讲的 云和身体不是心 心不是身体 好像他体的话 不是一体 他认为是 心和身体不是一体的 但真正的他体也他不承认 因为他承认是不可思议的这种 不是有变 不是无变 也不是长不是变的 有种不可思议的我吧 他承认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承认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如来对他十四个无极法 如果对方有身体当中空性的见解 世俗当中有如梦如幻的见解的话 佛陀会对每一个都会回答的 会在身体当中不常理 世俗当中会存在的 但是因为对方毕竟是外道 所以他暂时对他们用十四种无极法的话 对对方是得利益的 因为他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如果我们跟他说是世间有变无变的话 可能有一部分能接受 但一部分不能接受 因此他这里就是讲我们第十四个吧 第十四个通过修正等加行的时候 在名言当中十五极法的差别 动摇等刚才动摇 聚集 舍集 然后还有闭合 闭嘴的闭合 那么这四个因为不同的 宿能外道 还有顺势外道 裸体外道 以及我们佛教当中的度子部 对不同的 菩提迦乐有不同的见解的缘故 他当时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回答 那么这个就叫做极致 也就是说 了知行处之 了知动摇等 行处 行处是法尊法师的 他有一个略讲 有没有你们 法尊法师不知道他下面怎么解释的 暂文当中是动摇等 动摇也有行处的意思吗 好像原来我看到他自己也是有个略的讲义吧 他讲义里面也是讲得清楚吗 你们看一下 方便的时候 我们看的时候要堆很多的资料 这样以后证证真正的闻思 下面第十五个 这个比较简单吧 通过也是修正等加行在生意当中 除了刚才十四种无极法以外的 除此等所欲除了这个以外的 其他各种各样的世间的见解 还有外道的见解 包括佛教的这些见解在生意当中 因为我们前面知道明言当中 这些法要有如梦如幻的方式来承认 在生意当中这些法的特点都没有任何的实相 包括我的存在也是没有的 云的存在也是没有的 佛陀的实相存在也是没有的 这样已经了知真如的形象 了知真正的真如的空性 那么这个称为叫做无我之际的知相 就是我自己的知相这是第十七个 第十六个 不是 第十五个是吧 我好像有点是不是我没有喝酒啊 这是喝一个红茶还是黑茶 茶有红茶 黑茶 绿茶还有一个白茶知道吧 所以一会儿我说十五 一会儿说十六 那第十六个是刚才讲了 颂词当中的最后两个颂词来讲 通过也是修极致的加行 最后证悟一切万法的真正本来面目 叫做能热知正如 也就是说佛陀完全通达一切万法究竟的法相 佛陀自己已经通达了这样的法身相的时候 这种境界为其他天下无边的 可怜的这些有缘众生 进行宣示 进行开示 这个叫做为他宣示知迹象 也就是说知相 这个知相我们先通达 自己通达 然后自己所通达的意义为众生进行宣说 这个叫做也是法身之先自己通达 然后对众生开始 其实我们其他任何一个人 也是我们宣讲佛法的时候 大家也一定要注意 我看个别在网络上 有些辅导的人也好 包括我们在这里讲考的时候 有些人并没有真正讲到佛教里面 所讲到的意义 这是凭自己的一些分别念 跟原来的原文差得很远的 很离谱的 这样的方式的确也是不行的 非常严格的 有些人可能思想都比较粗略 尤其自己特别大胆的时候 好像无所谓的 在别人面前 这个人怎么会说 滔滔不绝地在说 结果你真正跟佛教的意义相比较起来的时候 完全是一种 潮离了另外一个世界上 所以我们跟佛教的教育 一定要谨慎 你最好你自己要真正明白 即使你完全不明白 但是百分之七 八十以上的把握有了以后 你才可以讲 不然如果你没有一点点 好像完全是无解的方式来 这个特别有胆量的一种态度来讲的话 不是很好的 我特别希望现在的很多人讲佛法的时候 也不用特别地越说我可能讲不来 太害怕了 会不会害怕说错 如果一个字错怎么办呢 也是特别的担忧 拘束 这样也没有必要的 有些太开放了好像无所谓的 看都根本没有看出 里面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颂词的意义 他就根本没有看 然后就去面讲 能热正如相 为他更感知 能热就是释迦牟内佛 真正如 真就是说 掌博 正如就是正如 正如有三种正如 我认为有三种正如 第一个是集正如 第二个是道正如 第三个是古正如 佛陀他所了知的是什么正如呢 我认为真的 这方面可能你们一定要注意 有些人可能特别担心 什么话都不敢说了 害怕犯错误 也没有必要 你真正能知道的 尤其是我们经常也讲 就是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他们是有传承的 他们所讲到的轨道去做的话 应该不会错的 这些上师们也是很严格的 即使你加自己的一些分别念 他非常适合经义的时候 他会加的 一般根本不适合 连说一个开玩笑也好 连在这里面用一个其他的比喻的时候 完全与这个是不相合的 不敢用的 所以我们最好前辈的一些讲义 注释 这个很珍贵的 用它来讲 同时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现在网络科技都比较发达 有一些真正的音频 视频 那这样的话自己很认真地去听 听完了以后再进行做 再进行给别人宣讲 这个很重要的 我听说我们现在学会当中个别辅导员 他根本以前有一个辅导员 他就开始辅导《入行论》 《入行论》他完全凭自己的想象在乱解释 而且他嘴巴比较会说 很多前面愚痴的人特别喜欢他听 欢迎你来听 他讲的时候跟菩提心的 他连讲义也不堪 广地也不听 听自己的 开始讲这个公案 那个公案 那这些公案跟原来的原文也是有一定的距离 以后我们辅导和讲课的时候 尽量适合前辈的教义 上师如意宝也是以前很多次都是 在下面辅导和讲考的时候点名批评 也有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特别希望以后 希望有一些前辈的开始也好 尤其是我觉得我都是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上师的有些光盘 上师以前开始的一些饮品 现在觉得特别特别的珍贵 希望你们以前上师们的一些 开始的光盘 树 这些都应该好好地放在佛堂里面 那这个价值是不可思议的 也许你现在觉得很多光盘是有点多了的 但是再过几十年 再过一段时间以后 也许有它的不同的价值 他这里也是讲了 先自己证悟证如发生 证如 现前发生 自己证悟了以后 再给有缘的众生进行传说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为他开始极致之相 那么下面 如此宣说之舍义 是舍一切之品种诸之相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了十六个 全是极致的相 大家都知道极致云界处的 所有万法的本体上开始去分析 最后通达它的本体都是空性的 这个是极致的 因为我们前面讲 极致对极法的通达 然后导致对三十七道品为主的 对道法的通达 那么果法对一切相 众生心态的各种相 世界万事万物的外面各种各样的相 因为如来辨知种种相 那这样他了知种种相方面安利的 极致是什么呢 极致是极法方面 道指是道法方面 果指是果法也好 一切相方面的智慧 那这样的话这里面的指相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以上所讲到的极致的加行当中 就是极致的加行当中完全能通达一切万法 云界处的本体的这种智慧 本体的这种智慧并不是其他的方式来了知的 通过这个法相的方式 因为他这里讲的指相 我们比如说前面的每一个智慧 每一个智慧他用他认识起形象的一种法相 这种法相我前面也讲了 有一种通过作用来了知 这叫作作用方面的法相叫作用相 我们下面会讲的 有一种是超胜 殊胜相 我们现在十六种极致的相 一方面是他了知它的本体 但另一方面他所愿的对境不是道也不是果 就是所愿的对境是极致 极致的这些每一个相 我们前面分析的二十七种也好 或者在前极品当中所宣说的 还有关于极致方面的这些相 他一一地了知这种智慧的形象 通过修行出来了知 这叫做什么呢 这叫做是极致相 所以我们先观众余论学习的过程当中 可能不一定一下子就 你通达这个 马上不一定这样的 但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逐渐逐渐知道万法的相 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想的是那么简单 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分的 心的分色也好 十四无极法的分析方法也好 相关中央论的很多知识 并不是好像一个问题 完全给你一个一个的交代 它就是互相错综复杂的一种结构当中 让你明白最细微的一种要点 这个是相关中央论的一个结构 它的结构并不是我们看《西游戒红楼梦》一样 一个故事慢慢慢慢下来了 得出一个结论 不是这样的 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问题的时候 它就直接或者间接 或者隐藏的方式来说明 另一种智慧或者另一种所言的具体作用 它的本体 它的类别等等 所以我们可能以前没有学过相关中央论的时候 哎 到底是这里面说什么呀 一会儿说虚空 一会儿说极致 一会儿到底是什么呀 哎哟 不如我还是好好睡觉吧 现在都是已经几点钟了 开始已经九点钟了 那九点钟的时候按照皇帝内经的话 要早一点睡觉对身体很好的 不如我还是睡觉吧 什么机智变智 我本来好心好意给大家传授现观众案论 反而有些人生嗔恨心也有可能的 因为有时候人的心态是各种各样的 不管怎么样 我们现观众案论的学习 很多人是一种通过这样的深圣论典学习以后 逐渐逐渐自己对佛法的很多理论还是有所了欧的 同时自己也知道我们所修的法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 通过这种修行最后知道 神义当中万法是什么样 世俗当中是什么样 能知的智慧是什么样所言的对境是什么样 诸如此类的这些法相慢慢慢慢会了解 今天讲到这里 词语唱功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